在家裡看著這麼享受的外套環境 是當時高修為了提醒外套風氣特別幾位 學生看的製本大部分都是一位叫王文懷的作品 他自己也是一位高修老師 後方也特別邀請他來到學校講故事 演講分享他的靈心 聽我說故事 聽完之後他們知道原來這些故事是來自於書 他願意去把書打開 閱讀就是豐富小朋友的生命歷程 因為我們自己每個人就只有一輩子 只能過自己一個一輩子 可是小朋友如果多看一點書 他可以過很多個輩子 因為他看的是別人的故事 因為現在能夠看的東西太多了 就是可以玩的 我們小時候可能就是沒東西看只能看書 那現在小孩就是 除了手機啊 平板啊 然後電腦啊 什麼東西都可以玩 那所以閱讀變成越來越不受到小朋友的 那麼重視啦 那我覺得這是家長跟我們老師需要努力的 他整個路走在旁邊不順 隔壁大早在工廠上班 晚上才去學校讀書 因為非常疼所以上空的時間都在睡 當初已經放棄給他記錄 所以因為老師一句話改變他的人心 跟他講了一句話說 我覺得你的能力不只在這裡 因為老師的發現跟啟發 所以他就成為一個暢銷的同書家 然後他寫的作品有129本 王老師呢 小時候自己因為也是很辛苦的歷程 所以對於同書的創作有很多細膩的筆觸 那我們的孩子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跟學生的生活有關的 所以也得到學生的戒愛 覺得哪裡讓你印象深刻 那個有一張宣傳 但他上面的電話號碼是 080017945 就這樣 能幫你1795 所以讓你覺得很印象深刻 對 我以前都有看過他的書 然後他今天來演講我很開心 現在口氣進步 每一位家長都有3C產品 小朋友也跟他一生出機的電腦 要改善學生的外套連結 除了學後都在一關 他們也希望家長可以做回來重視 記者有養品 彩虹不得